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 由中國僑聯主辦的《斜血的歷史》 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 罪行圖片展 在經過亞洲的巡迴展覽之後 今天來到洛杉磯 主辦單位表示 希望藉由圖片展 讓民眾鳴記歷史 緬懷先烈 最重要的是 大家應該深刻了解戰爭的可怕 珍惜且追求永久和平 一張張珍貴的照片 在在顯示日軍當年在戰爭中的暴行 而受害對象不僅是中國人 還有韓國 菲律賓等地的居民 甚至淪為戰俘的美軍 也逃不過日軍的殘害 去年5月 中國僑聯在全球華人中 展開了徵求二戰時期 日本軍國主義罪行史料 及圖片的活動 而從去年底 開始在香港 澳門等亞洲多地 舉辦巡迴展覽 這次圖片展來到洛杉磯 就是希望在美華人 有機會認識這段歷史 在洛杉磯這個華人華僑的 到洛杉磯來生活的歷史 有160多年 華僑是革命之母 最早國內的抗戰 都是由國外的華僑來支持的 所以在洛杉磯這個地區 搞這一個展覽是非常有意義的 同時也舉辦相同主題爭文 發行特刊的美國華人聯合總會 認為人們不應該忘記這段 寫寫的歷史 圖片的內容有時候看起來非常血腥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圖片 來警醒世人 我們一定要維護和平 對我們的重要 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 朱洛中領館也肯定 這項展覽跨海來到洛杉磯 就是要堅決地維護 二戰的勝利成果 堅決維護世界的和平 今天與會的還有多位民選官員 他們也非常肯定這次的展覽